再来的话 一样 把那个 如果是被乘数 24680 如果要把它变成蓝色的话 这地方该一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再设定一个规则 公司的话 一样 当这个被乘数 记得从这边开始 它能够被整除 被整除的话在外面MOD 被什么整除 MOD 然后钱瓜糊 这个锁列就好 所以B 把这个前面的钱拿掉 然后 锁列就可以 然后能够被2给整除 整除的话就等于0 OK 这个公司完成 然后把它的颜色 字的颜色就是 把它改成蓝色字 蓝色的字 按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范围 有没有符合的 就是这一栏 OK 跟这一栏 24680 就按确定 应该24680 这个部分就通通会被格式化 2468 OK 其他的话 就以此类推 这个是刚刚的变化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刚刚讲管理规则 这边就会有多一个 编辑规则 其实就这个 OK 所以总共刚刚我们做了 总共会有几个变化 包含第一个 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给这个颜色 这个底色 如果相加等于10 对角线 就是黄色 如果它的乘数部分除以3为0的话 那就红色字 被乘数如果除以2为0的话 那就是给蓝色字 按确定 大概就有四个规则了 这个可能延伸 这一期多一些变化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太好用了 那最后的话 我顺便再补充一个部分 就是这边用到的是 蓝跟列的锁定方式 其实不算是太 我是觉得将来在 实际项工作上面 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请各位一样 把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下 Ctrl加按住 Ctrl加按住拖拉 它就会多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那我们换个方法 如果说我不要用 我用刚刚给我们的这个方法 那甚至这个设定格式化可以的吗 可以把这一张的工作表的规则把它清除掉 清掉 这边有啦 这边没有 OK 那如果说我换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简式与参照 里面有一个Column Column是什么呢 蓝 有没有 那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Raw 蓝跟列 实际上这两个 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而且更简单 所以如果将来 要是我来做的话 我第一个我用Column Column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抓到你现在在哪一栏 那我要得到的是1的话 你就把它减1就可以了 按打勾 那它会怎么变化 如果你向右拉的话 它会变1到9 有没有 向下拉的话 也是1到9 那再来的话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1到9 我们要的什么 我们要是 里面再加一个什么 and的一个乘号 所以我们拿这边来用 因为这个插入这个符号 我把它Column Column 我就不用插入了 我直接拿这边来复制 那就乘上一个 加上一个乘的符号 后面的话 加上一个什么 诶 这个上面是倍乘数 那横向的话 就是列 列的函数叫Raw Raw 后刮胡 这个的话 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它现在在哪一列 那我现在在哪一列 第四列 所以打勾的话 变成1乘上4 可是问题 我不是要1乘上4 我是要1乘1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 把Raw后面 再减掉多少 减掉3就好了 减3的话打勾 1乘1 你会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出来了 而且不用锁 我觉得更简直 后面呢 后面道理一样 你就怎么 再有一个end 所以这边后面的话 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end end一个什么 end一个等于 等于 然后再end一个什么 把它们两个相乘的结果放在后面 那怎么相乘 你可以把Current-1 跟Raw-3 放在后面 李简直到边 如果中间就变成成 Oh 那是 186 所以你可以把它Current- Director G 后面 黏上有线 把这个end 0 overturned 电话 And 下去 把所以 但是记得,因为在数学的计算里面,它一定是先乘出再后加点。 所以记得,这个可能要前后把它用刮笔包起来,先跟它讲说你先减完之后再乘。 ROR减3也是一样,请你先减完之后再去乘。 OK,这样就写完了,打勾一下,你可以发现向右,向下,结果一不一样,看一下,一模一样,哪一个简单呢? 好像都蛮困难的,先试试看,Column部分,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如果除以二维的部分整除,变颜色,另外就是Column跟ROR函数,试一下。